你好 在12月21日晚上9點51分的時刻 在應該這個是在南美洲那個海裡邊 有個地方叫South Georgia and South Sandwich Island 那個地方發生了5.9屆的地震 我們來看一下發生了什麼 我看到有個飛碟在旋轉 在旋轉 旋轉是個 一直往下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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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上來了 從海底下冒上來了 從海底下冒上來了 然後冒上來了 一飛上來了 就看到了那個 看到了我們那個 那個 外星人島 只有你身下 看到了只有你身下 證明了一件事情 證明了一件事情 我現在告訴你們一個事 告訴你們一個事 這個地震發生在 十二月二十一個晚上九點五十一分 而在這個 五分鐘前 在五分鐘前 就這個地震發生了五分鐘前 江蘇長洲發生了地震 江蘇長洲發生了地震 五分鐘前 然後江蘇長洲發生地震以後呢 那個海的對面就發生了一個地震 五差了五分鐘 而排那個江蘇這個地震的時候呢 我發現是一個飛碟 穿過那個 穿過那個 長洲啊 地面啊 然後就如旋形地 穿過地形 然後 從地球的另外一面冒上來 然後看到我們 外星見著島的那個 見著那個島的 嗯 只有你成像 呃 那麼 我就去想了啊 我就想了啊 既然那邊發生的地震 會不會 穿進去發生地震 會不會穿出來的時候 也發生地震呢 我就去找了啊 當時我找這時刻呢 我看了一下 因為是那個 晚上的 九點四十六分嘛 也就 也就是說那個 那個 長洲那邊 是九點四十六分 後來呢 我發現了一個 一個是九點五十一分 也就差了 差了那個五分鐘時間 發生了一個地震 差了五分鐘時間 發生一個地震以後呢 然後我就對著地球一看 我對著地球一看 呃 看的時候 嗯 看的時候 看的時候 呃 呃 從 那條 那條 金線上面啊 看過去的話 也就是說 從我們這個 想的位置啊 正好 一個在東軍上面 一個在西軍上面 位置是正好的啊 位置是正好 而且從那個 一個是在 車道的 南邊 一個是在 車道的北邊 所以呢 對 對 在這個地方 所以呢 我就大膽地推測一下 很可能是同一個地震 但是呢 我不領拍 我也沒法驗證這個事啊 後來 一領拍一塊 就發現真的是那回事啊 真的是那回事啊 原來一個穿進去 一個穿出來 但穿出來的是個 一轉 是否在正好同一個位置 呃 它呢 因為一個 因為那個 路線性轉的嘛 不是直接穿過去啊 路線性穿過去啊 因為路線性轉 你看路線性轉 你看我那個 我說路線性轉 路線性轉 然後那個 它在這個地方 路線性轉 轉出來的是個 一轉 那麼就 離我們這個刀 呃 就很近了啊 對非力來說是 一點點的事情啊 原來 證實了這個事啊 好 再見啊 再見啊